有人想問一下福特 JackJack82420 他就說F 上網有多少錢加倉最舒服 因為他擔心買貴了 他現在已經有少量了 成本是20元 是 我記得上星期都好像回答過 是嗎? 有重複問嗎? 是 我記得因為我賺他很厲害 20元買 我不肯定是同一個 他可能賣了幾天都還沒買 當然 上星期都說股價是軟了強的 但我上星期都沒有叫你加的 當然昨天就再破例一堆 是 繼續心思思 但是我想這樣說 真的強是很強的 上海都解釋了為什麼會這麼強 或者去年以車股來說 其實他是論星福跑完Tesla 因為上海都說過 他玩轉型變身的東西 大家覺得策略是挺好的 但是我覺得始終去到這些價位 要加倉下去 除非你本身低位的20元來講 軍價是量比較多 可能如果你假設這一刻你加 例如現在是25元 假設這樣說你再加 加的比重是相對少一些 令到原來去到輕輕扯高了 你的軍價一點點 我覺得是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 當然可以這樣考慮 但是如果你說 假設20元那裏 我當你100股為例 但如果你現在25元 又是想加回銅定100股的話 令到軍價變了22、23元左右 我就未必太建議 我想高位你再加下去可以 但是量數反而會少一些 盡量不要令軍價扯得太高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舒服 因為很擔心你現在的勢很強 但你一加下去突然間 假設 剛才因為說的是 美股過去很集中炒 如果你個別的強勢 一回那一刻 可能單日跌回5、6% 是不奇怪的 如果假設加上同等的份量 而令軍價變成22.5元 其實一回那一刻 你的防守位就會變少了 到時你會更加難說 走不走好 吃不吃好 這會令自己的處理會困難一點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真的都很想加的 份量上 會減少一些 好一點 是的 那就留意一下